他一手撑伞,另外一只手拿着一个纸盒,走到案发现场的时候,这名男子蹲了下来,将纸盒摊开,放在一边,撬开路边四个井盖当中的一个,将摊开的纸盒铺在了井口之上,然后离开。 十多分钟后,男子撑着伞,与一名女子从巷子一头再次走来。当走到距离井口二十多米的时候,男子与那名女士一同奔跑起来。民警发现,这个期间,男子明显是故意用伞遮住了女子的视线,引导他。 将他强行地压了几次,连伞带人一起推向巷。 经警方事后核实,监控录像中出现的这一男一女,正是犯罪嫌疑人郭某和受害人郭女士。 整个犯罪过盖炎,还从附近的工地上,找了一块大木板,压在了井盖之上,最后还放心地离开。 结果私嫌被他们已经拉开了,我就踩在那纸盒上,他就…… 只能一边呼救,一边用雨伞把身上的现金塞进井盖通风孔,试图引起过网路人的注意。 这还被拿200块钱也拉去了,就是拉根棍子。 这一天,他凭借模糊的意识,脱下身上的衣服,跟伞布一起打成结,终于把手伸出了井口。 逃离现场以后,回到酒店。 很快,民警和医护人员赶到,大伙儿,很快警方在湖南将犯罪嫌疑人郭某抓获, 尽管他一再为自己开脱,但从事发时郭某推郭女士掉入井中的一系列动作, 以及盖上井盖和木板的表现,警方认为郭某已涉嫌故意杀人。